叙利亚与俄罗斯的联手 俄罗斯的帮助,开始把局面逆转,叙利亚战争持续了七年之久,近日在叙利亚南部地区,政府军正在与美军支持的叛军,进行继续战斗中,叙利亚武装分子已经开始有很多投降倒戈了,目前叙利亚南部战争已经开始有了明显的分水岭,之前美方和俄方达成了两个停火的协议,随后俄罗斯方的军队战斗机就开始回国,表示 对于此次协议的诚恳态度,随着俄方开始大规模撤回,美方却无动于衷,没有任何要达成协议的表示,对于美方一直迟迟未有动作,俄罗斯又开始大规模的回归叙利亚,开始了战火模式,对于此次俄罗斯返回叙利亚开始战火模式,美方公开声称俄罗斯不守信用,单方面撕毁了两个达成的停火协议,美方小人先告状 此前俄罗斯大规模的在叙利亚返航回国,在国际间都已经一阵骚动,俄方表示是因为和美方达成了停火协议,所以俄罗斯律回国已是诚意,而美方在俄方回国后并没有任何动作,所以惹得俄罗斯很恼火,立马就飞回叙利亚,不顾任何的协议 直接开始战斗,此次俄罗斯战机返航,开始大规模轰炸叙利南部的叛军,对于叙利亚当前的局面是非常的有利,俄罗斯这次还提供了大型的,对久攻不下的叛军堡垒十分有用 据了解,叙利亚叛军方已经失去了美方和以色列的支持,所以对于此次叙利亚南部的战争,政府军的信心非常大,距离真正攻下南部的时间